于兴百发现民宿密室 阿月身份彻底藏不住 难怪宝英遭毒手 婚礼后于兴伯和宝英去度蜜月 他们将目的地定在了日本大阪 有宝英大学同学在那边开民宿 于兴百也已为此人是可靠的 却没想到晚上聚餐后醉酒不醒人事 宝英出去买解酒要敬再也没回来 一年多来都没能找到宝英的下落 身边人都以为宝英遭遇了不幸 只有于兴百带着妻子存活的执念 一边忙着案子 一边寻找妻子下落 国外面临语言不通的困境之时 都因为有阿伟在身边提供帮助 让于兴百不至于感到太过无助 可他不知阿伟的仗义相帮背后藏着的是 亏探于兴百计划的意图 更是总能于兴百找到宝英踪迹 只可惜于兴百在法医界很出名 在宝英的事情上却无法可观判断 这才会让阿伟这样的人钻了空子 阿伟以为能左右于兴百调查进展 起料行为反常让于兴百起了疑心 从宝英失踪时他看似慌张时则淡定 在到货宝乐提供的大学暗恋者线索 都让暴露出阿伟对宝英的爱而不得 即便是阿伟已经有结婚有了家庭 命运在一次和宝英产生交集时 他还是没能控制住内心的罪恶 并用同学情让宝英对他放松警惕 接脚处使是绑架后藏于地下室 原本宝英不至于洛的丧命下场 是于兴百的执着触及民宿隐秘 逼得阿伟不得不对宝英灭口 就是防止洛的满盘皆输的下场 可就算没有宝英这个绊脚石 于兴百还是发现了民宿密室 致此网球对其他消失的人下落皆响 阿伟是小丑的身份也彻底藏不住 民修老板双重身份曝光 难怪宝英会命丧皇权 于兴百出手一招置底 于兴伯和霍宝英好不容易修成正果 却没想到将日本受为蜜月目的地 会让这对新婚夫妇从此失去联系 等于兴百清晨从醉酒中醒来 始终都找不到妻子下落的时候 于兴百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联合警方和民修老板帮忙找 最终也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而在于兴百未曾注意的瞬间 民修老板脸上竟没有担忧神色 老同学来照顾生意却下落不明 阿伟一呼常人的态度冷静 倒像是和宝英并非相熟的老同学 每一次于兴伯飞到日本找人 阿伟看似安全马后提供帮助 实则也缓了于兴百的找人进程 更是掌握于兴百所有的调查线索 以便于让他不那么容易露出破绽 于兴百一年多时间里的不停奔走 并不能让日本警方专注于找人 反而是用各种说辞来搪塞于兴百 毕竟在日本报失踪的人不在少数 警方也并不是整日闲的美事做 因此寻找失踪人口只是口头重视 行动上并无太过主动的倾向 好在有于兴百对真相的执着追求 逐渐让宝英失踪的真相浮出水面 而真正让于兴百感到大跌眼镜 是民修老板不为人知的双重身份 查出他利用民宿从事不法交易 也让网球队女孩们接连失去踪迹 瞬间有了较为充分合理的解释 相比其他女孩能被警方解救 霍宝英则因他自己是警方的身份 还有于兴百对民宿的深挖追查 才会害得霍宝英落得命散黄犬 比市民修老板妄想能逍遥法外 却低估了于兴百为妻报仇的毅力 最终难逃被一招制服的结局 大阪秘密组织曝光 包英身陷变态游戏 于兴百闯入森林救人 好不容易在一起的于兴百和霍宝英的两人婚后选择了在大阪度蜜月 霍宝英之所以选择这里 是一位大学同学开了一家民宿 当晚他们到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都很热情 吃饭喝酒都很尽兴 之后宝英带着于兴百来到了房间 看到他喝了一个伶仃大醉 宝英一个人出去买了解酒药 但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房间里 于兴百到处寻找没有宝英的一点消息 民修老板和老板娘也是不知道 在之后的一年时光里 于兴百每到休息日都会到大阪走一走 希望能凭借找警官的敏感度找到宝英消失案的蛛丝马迹 但不管过去多久 日方警局依旧给出没有消息的答应 并且之后还让于兴百不用再来警局 毕竟这里每年都有失踪人口 于兴百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但自己是不会放弃 之后于兴百的知宝英的同学也不见了 便想从这条线所下手 原来他同学之前消失的一段时间 是被这里的一群秘密组织当成了猎物 他们在玩一种很变态的游戏 看到女人慌忙逃窜的样子就心生快感 难怪他老公会觉得他精神不正常 于兴百想到宝英或许也身陷其中 便暗中寻找他们的入口 一人闯进了森林里面 准备和他们于死网坡救出宝英 不知道之后将会如何发展呢 于兴百狱中盼望范佩青 意外得知宝英离世真相 简直太可怕 于兴百在霍宝英的穷追猛打下 两个人也终于修成了正果 谁曾想还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就让他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结婚之后他们选择前往大阪度蜜月 在那里霍宝英有着很多的朋友 而对于这些于兴百也选择了同意 到了之后他们住在朋友的民宿 晚上于兴百喝得不省人事 霍宝英便选择读自外出去给他买解酒的东西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霍宝英在这个途中遭遇了意外 之后也没有了任何的消息 于兴百在醒来后也是别提多着急了 在向民修老板询问时 对方也是相当的淡定 丝毫没有任何担心的意思 只是那时的于兴百根本顾不上多想 之后就联系了当地的警方 日本每年都有着很多的失踪人口 以至于于兴百在报了案之后 也迟迟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而于兴百也回到了香港工作 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每周都要往返香港和日本之间 即使如此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 范佩卿在过程中身为他的同事 两个人之间也有了不少的接触 范佩卿在认识了显阳之后 很快感情就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显阳的一些要求也是有求必应 最后导致自己也被利用 成了他们计划中的一员 显阳在被警方抓捕后 范佩卿也被抓入狱 于兴百这时意中盼望范佩卿 意外得知宝英离世真相 竟已是被他们在日本的组织损害 简直太可怕 宝英生前遗物曝光 民宿隐藏三十年的丑闻被揭开 于兴百惊呆了 于兴伯和宝英结婚之后 来到日本冻蜜月 不料当天晚上喝醉了 宝英为了给他买解酒药 半夜三更跑了出去 不料这一去竟然没有再回来了 于兴百找了好久 迟迟找不到自己老婆的踪影 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警察告诉他 你的老婆可能已经死了 但是于兴百还是不死心 由于香港还有案子 于兴百只能提前离开日本 保乐德之后 他直接拿出了是在一个月前寄来的一封信 经过核对 这封信的确是解决写的 宝英表示自己这次去日本一方面失去度蜜月 其实自己还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想去见一个人 就是民宿店老板 他的手里面有自己把柄 宝英在上大学的时候和民修老板是同学 当时民修老板见到宝英就一见钟情了 然而那时候宝英已经和于兴百在一起 于是便拒绝了他的请求 后然而不久之后 他被人强奸了 对方还拍了裸照 当时民修老板掌管这些照片 他害怕男朋友得知 一直在隐瞒真相 多年之后民修老板再次威胁 宝英不想再过心惊胆战的日子 于是主动去日本找他 让他将照片交出来 于兴百惊呆了 也就是说他的老婆就是被民修老板杀死 他怎么没有发现端倪呢 但是他的老婆就是在一起 我们就是在一起 老婆就是在一起 老婆就是在一起 智力的 drift 原因是 我也就是... 对方会有说